美国6月通胀降温幅度超过预期 为美联储很快结束几十年来最激进的加息带来了新的希望 7月12日周三 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6月CPI同比涨幅从5月的4%继续回落至3% 低于预期3.1% 连续第12个月下降 且为2021年3月以来最低 CPI环比上升0.2% 高于前值0.1% 但低于预期的0.3% 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经济学家认为的 衡量潜在通胀的更好指标 同比上涨4.8% 低于预期5% 及前值5.3% 创2021年10月以来最低 但仍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 核心 CPI环比上涨0.2% 同样低于预期0.3% 和前值0.4% 且创2021年8月以来最低 美联储关注的 剔除住房的核心服务 CPI同比跌至3.93% 创2022年1月以来最低 CPI报告发布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暴跌 股指期货上涨 美元指数下跌 交易员目前认为 继本月预期中的加息之后 美联储再次加息的可能性 远低于50% 住房和租金价格仍大幅增长 环比看 6月核心CPI中 最大的驱动因素是住房 6月核心 CPI组成项目中 住房指数 环比上升0.4% 5月为环比上升0.6% 租金环比上涨0.5% 5月为环比涨0.5% 业主等价租金 环比上涨0.4% 5月为环比涨0.5% 离家住宿指数 继5月环比上升1.8%后 6月环比下降2% 同比看 6月整体CPI中 最大的驱动因素是租金 最大的降温因素是汽油价格 核心CPI中 最大的驱动因素也是租金 6月 租金同比上涨7.83% 略低于前置8.04% 为2022年12月以来最低 6月住房同比上涨8.33% 略低于前置8.66%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低 其他方面 多个指数均出现下跌 其中 航空票价0跌 该指数 继4月和5月下跌后 6月下跌8.1% 此外 通讯价格 6月下跌0.5% 家居装饰和运营指数 继5月份下降0.6%后 6月下降0.1% 6月份新车指数 没有变化 医疗保健指数 保持不变 上月上升0.1% 医生服务指数 上涨0.7% 医院服务指数 上涨0.4% 总的来说 服务通胀仍然非常棘手 即使商品通胀逐渐消退 6月份 实际公司同比增长0.6% 这是27个月来的首次 7月加息仍有可能 未来不确定 总体 CPI放缓的一个关键原因 源于基数效应 即最新同比数据是与2022年6月相比 当时俄乌冲突后 能源价格迅速上涨 导致通胀升至40年来的最高水平 而展望未来 基数效应将递减 分析称 CPI报告凸显 出自一年前通胀见顶以来 在一年多的加息和需求放缓的帮助下 在减轻价格压力方面取得的进展 即便如此 物价压力仍然高于美联储的目标 令决策者倾向于 在7月25至26日的会议上 恢复加息 理事满联储主席巴尔金 Thomas Barkin 周三在CPI报告发布后的一次活动中说 通胀太高了 我们的目标是2% 如果过早退出 通胀就会强劲反弹 这就要求美联储采取更多措施 未来加息仍存不确定性 稍早 瑞银在此次CPI前瞻报告中写道 如果像我们预期的那样 核心CPI再有几次温和增长 这种放缓得到证实 FOMC不太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 进行第二次加息